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方面我们知道由于疫情的扩散 导致A股包括了香港恒生指数以及A50整体出现了下跌 其中上阵指数下跌1.4% 深圳下跌1.5% 在欧美方面整体上也是以轻微下跌为主 英法德的平均跌幅约为0.3%至0.4% 美国三大指数也出现了下跌 跌幅也不是太大 大约在0.2%至0.5%之间 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轻微上涨10美元 目前报价1560至62美元附近 那比特币价格依然维持在8000美元上下 油价目前没有太大变化 还是在58至59美元之间徘徊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澳大利亚的零售行业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 澳洲知名的多家零售连锁企业 包括从最大的像Big W到一些170年历史的 像澳洲本地的一些连锁品牌 甚至于我们华人也熟知的 这个曾维斯也就是衣服品牌 均出现了关店 甚至于整体的品牌倒闭 这难道说之后 澳大利亚连卖服装的零售店都没有了吗 那事实上不仅仅是零售行业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 有多个传统行业 甚至于包括了汽车制造企业 均退出了或者说关闭了在澳洲的生产线 从福特到通用到三菱到丰田 都关闭了在澳大利亚的汽车生产企业 那么有很多传统的零售行业 也退出了澳洲市场 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一句话 澳大利亚的人口太少了 由于人口太少 因此很多时候的固定成本开支 就会平摊到每一件商品上就非常之多 那么它无法做到像中国或者像美国 或者像欧洲一样的大面积人口 可以做到薄利多销 正是因为本地的固定成本不断在提高 导致了这些成本上升的速度 大大超过利润增长的速度 也就是说我今年可能比去年多卖了十件衣服 但是赚的钱没有办法来支付我今年比去年所增加的房租 人工开销或者说其他的运营成本 那么也正是这样的原因 使得很多传统的企业无法经营下去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 或者说二十年里 澳大利亚的经济又跟着中国的经济一样起飞 连续增长了二十多年 总体的消费的金额也是在不断增长 那既然每年钱花出去都在变多 那这些钱到哪去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在过去十年中 我们知道新增人口大部分来自于新兴移民 那么在过去十年中的移民 大部分和之前二十年三十年不一样 可都是带着钱来的 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钱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店倒闭呢 那就是因为新的钱并没有去那些旧的店 其实我们不用去研究数据 只要看看在街边市中心哪一些的品牌 或者是这个店面 或者说是这个零售企业在增加 无非就是两类 一往高处走中高档品牌 从宝马奔驰奥迪的4S店 大幅增加 到欧美的一些高中高档的奢侈品牌和成衣 大幅增加 这是一类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家用电器 数码品牌 包括一些呢 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新兴行业 另外一种 就是国际化的 大牌的 时尚的 但是价格却非常低的 我们知道传传统的概念中啊 国际 时尚 这个价格肯定就低不下来 但是就偏偏在过去的十年中 例如像Zara品牌 像HM品牌 包括像日本的优衣库品牌 他们聘请的都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 设计的呢 是一些之前的奢侈品品牌 但是由于这些品牌 我们知道像Zara也好 HM也好 优衣库也好 他们生产的量非常之大 他们面对的是全球的消费者 因此 这个设计费用 平摊到每一件商品之上 几乎就非常低了 所以即便是大牌设计师 设计出来的品牌 依然在零售店里 可以卖到二三十块钱 澳元 人民币也不过是两三百 普通人也能够承受 你说既然这样 有着时尚又如此低的价格 还有谁会去买传统的 中党的本地品牌 所以究其原因啊 这些零售行业 包括汽车行业 传统汽车行业的这个关门倒闭 并不是因为这个市场在退化 其实是因为时代在进步 正是因为时代在不断进步 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之前 比如说像手机的大企业 龙头 摩托罗拉 诺基亚 爱立信 现在早已经看不到 如果这些企业 没有办法适应时代的改变 那么即便是它的体量再大 也终将会被淘汰 那么像现在德国大众汽车的总裁 在上一周也是说了非常 这深刻的话题 他说到 现在汽车行业也在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传统企业包括像大众这么大规模的 没有办法适应 那么它将注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呢 很多时候传统零售品牌 包括传统的这些一些行业的倒闭 其实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坏事 它是意味着行业在进步 时代在前进 这也正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进化史 那么刚才说到汽车行业 我们再来多说几句 我们知道呢 这个电动车将会是未来世界的趋势 那么既然是世界的趋势 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电动车企业 应该说只有一家特斯拉式盈利 除此以外全部都是亏损 亏损率达到了99%以上 这里我就简单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 放在四五年前 中国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之下 出现了超过100个电动车品牌 但是时到今日 时至到今日 只有不到十个品牌 依然是在经营 而且亏损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那么既然都在亏钱 而且亏的是几十亿上百亿 为什么当年大家还得投呢 难道都是傻的吗 我们知道这些风投也好 私募基金也好 投资人天使基金也好 他们都不是傻子 正是因为大家看到了 这个电动车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甚至要到三十年之后 最终将会取代传统的燃油汽车 所以人人其实都想做 这第一个吃螃蟹 或者至少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但是问题来了 十年啊 二十年啊 甚至要二十三十年啊 这些企业能不能撑到那一天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到呢 对我们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来说 电动车的确是未来 但现在至少还不是一个时候 特别是之前前几年特别火爆的 当时和这个中国一百个电动车品牌 一起爆发的那个电池 离电池 涅电池 就是充电电池 这些泥矿和涅矿股 当时的股价也在一两年之内翻了好几番 但之后都跌回来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电动车的销量依然很低 还没有占到主流销量的5%以上 因此 对于电池的大幅需求 短期之内 还是不可见 这也是我跟很多投资人说的 如果我们保守一点 那么只当 只有当电动车的销量 占据所有汽车销量达到总数的5%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购买这些企业 也许价格比现在会高很多 但是会稳得多 会安全得多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电动车板块中 目前我非常看好特斯拉 为什么这么说 之前为什么没有看好 因为它之前亏钱 我个人有个习惯 我喜欢投的上市企业 我喜欢是阵线金流 也就是每个月是在赚钱的 那么这样银行的钱才会越来越多 才不会有资金链断裂 才不会天天要想的去融资 所以特斯拉在过去的半年中 成功的扭亏为盈 并且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在短短的12个月时间之内 建厂而且生产完毕 可以下线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 特斯拉将会牢牢占据着 美国和中国电动车市场的 头把交易 而美国和中国电动所有汽车销量 是全世界最高的两个国家 只要在这两个市场里面 占据龙头 也就意味着特斯拉将会在全球的 电动车板块中占据龙头 换句话说 如果特斯拉能够保持每年的盈利 那么很有可能在10年20年之后 它将成为下一个苹果 下一个微软 下一个谷歌 下一个亚马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如果您对于投资股票有兴趣 GoMarkets目前提供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知名上市公司的 股票交易 您可以随时在网上 手机上下单或者查看 或者说 您又如果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随时拨打我们电话 03-8658-0602和8658-0603 与我们联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